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講十三章囉 十三章有加到不加 又一樣 因為我跟妳說過 我十二章就跟妳說過了 十二章妳如果會十三章 妳就怎麼樣 妳就會啊 因為十二章 十三章 唯一的差別是 一個是兩 一個是軸嘛 軸 了解我的意思嗎 兩字彎曲的軸是轉動的 所以我們看 十三章叫軸的強度跟什麼 好 硬力 好 來 我們看聊天室 聊天室喔 二 粉筆的最大空洞是什麼 當然是A版喔 但老實說 老實說 妳是否曾在教室裡玩過丟粉筆的遊戲呢 那丟粉筆 對 其實 粉筆不是只拿來玩過A版而已 它對機械力學而言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訓 下課的時候妳不妨拿三支粉筆喔 粉筆下列三種方式 沿著軸向來壓 沿著軸向來拉 雙手握住兩端 扭轉使其破壞 實驗的時候請用心體會哪一種最省力 哪一種最非力 而且啊 當妳扭轉的方式的時候 當妳用扭轉的方式是 粉筆的破壞角度是否如下如所示 約以軸線成四十五度 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妳學完本章便可明瞭 還沒有寫書之前我們就叫學生 我講到這裡 我都會叫學生啊 來 下課就來玩 比起學會把妳看的一點點的感覺 有一點點的理考 就是考 扭轉水性採力採量斷裂的角度 不是四十五度 它是考這樣 它是這樣斷的 如果妳是這樣捏 妳是這樣捏 妳這樣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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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到那個題目 爽到棒 因為我不是叫學生都來玩嗎 了解我的意思嗎 都來玩 玩過一定有什麼 有印象 所以應該很多人 都會對 事實上都不少 因為我問 妳看 妳看課本不是畫給人看啊 就是這樣啊 就是這個圖 就是這個圖 那就考 這一本書出來不到兩年就考這個題目 那扭轉呢 我們說 妳要扭轉就必須這樣 對 這樣轉 對 這樣轉 那這種轉 是一種力 是一種力矩 那力矩用來扭轉的 我們就稱為什麼 這我絕對教過 第八章講過 扭轉的力矩我們稱為什麼 扭矩 那扭矩如果很大 這個軸就會怎麼樣 壞掉 那扭矩如果 如果在我們引起的跨女之內扭矩一扭 然後呢 它就會帶動旋轉 就會帶動機器的運轉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機器的運轉一定會牽涉到馬力 對吧 牽涉到馬力喔 我們十二三章也會長到馬力喔 壁古就是啊 它的卡層喔 還會有 為什麼還會有 因為我們現在又不同的層次了 我說我要帶動的是二十匹馬力 那你要幫我設計出我的軸鏡有多少 我們第八章是告訴你說 我的尺寸多少 或者是我的轉數多少嘛 然後你告訴我說 你可以帶動幾匹馬力嘛 對吧 所以它沒有材料的概念 那我們現在是有這些數字 我們要設計出一個軸的軸鏡的大小 那這才是我們十三章 所以要介紹的 扭矩是扭矩的簡稱嘛 扭矩我們也稱為扭矩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立矩有正負 立矩有正負喔 好 那麼扭矩會不會有正負 會吧 因為扭矩就是立矩的一種 扭矩就是立矩的一種 那既然立矩會有正負 那扭矩就有正負 那所以我們來看扭矩的正負怎麼判別 一定要會喔 那講扭矩的判別之前 正負的判別之前 扭矩一定會在哪裡 事實上我們在機械上 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傳動軸的 那傳動軸裡面 它要傳動就是需要一個扭矩體嘛 不然怎麼把它改動 就像你們車床裡面 車床裡面主軸要轉嘛 那是下面有一個馬達 馬達帶動皮帶鈴鐺 主軸轉動 我在講什麼名字嗎 好 或者你們一定有做過的就是鑽孔 那麼鑽孔一樣的道理嘛 所以你們在鑽孔的時候 是不是直徑比較小的轉速要快 直徑比較大的轉速要比較慢 那快慢怎麼調整 蛤 調整皮帶鈴嘛 對不對 那皮帶鈴怎麼調整 那就是有一個扳手嘛 兩杯鬆開扳手扳進來 那由大的皮帶鈴先到小的 然後小的再到大的 那這個皮帶鈴帶動的也是鑽孔的主軸 也是一種扭矩 所以扭矩啊 在我們這場生活中是用的蠻多的 就像電蒙扇在轉 電蒙扇是不是有一個馬達 對吧 那馬達帶動的是它那個新軸嘛 你如果是過電蒙扇的人就知道嘛 在家裡那個那個利式的電蒙扇 利式的電蒙扇 你老婆你老婆 你把那蓋子拆開 那蓋子拆開是不是就把葉片拆下來 那葉片拆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根什麼 阻軸嘛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馬達轉的時候就是帶動那個阻軸 那阻軸才能帶動那個葉片 才會旋轉 我就通常講過 所以每一個地方都會 只要旋轉一定有一個扭矩的作用 好 扭矩的作用我們講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判斷 扭矩的正負 扭矩的正負 扭矩正負怎麼判斷呢 那我們先看你們的課本 你們課本第幾頁呢 在我們的208頁 208頁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一個軸 這是一個軸 那如果啊 我今天有一個扭矩提 朝這個方向 如果右邊朝這個方向 那左邊一定怎麼樣 我要跟它平 我要跟它平 那應該怎麼樣 怎麼樣 往下 這樣才要平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 你右邊是往下 平 這個D是正還是負 如果 如果你覺得它是正的 啊 它就是什麼 負的 那不合理啊 因為一根軸 只受到一個什麼 扭矩的作用嗎 怎麼可能 你這邊是正 這邊是負的 不可能 所以這個想法一定是錯的 這個想法一定是錯的 你怎麼樣去解決這種 看起來 欸 往上就正往下 還是正 你怎麼看不見 所以呢 第一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 就是 你有手 對不對 當然 有腳 有頭腦嘛 然後你的右手伸出來 右手伸出來 那右手有分成是兩部分 那就是 這是拇指 這是什麼 四根手指頭 了解嗎 四根手指頭比較會彎 拇指比較不會彎 因為我們手比較不會彎 我隨便亂講的 所以 如果四隻手指頭是一個 扭矩的方向 扭矩方向 拇指的方向就是 看你離開截面 還是指向截面 你如果看右邊這個圖 這個 我手是不是要轉 可以嗎 那這樣轉拇指朝哪邊 左邊 朝內 朝內 可以嗎 是指向截面 那我們常常講說指向截面是正 還是負 不錯喔 指向截面是負 所以我們把它判斷這個叫做什麼 小一點 是負的 可以嗎 可以嗎 那那這怎麼辦 還是你的右手 可以嗎 那他是不是這樣轉下來 他是不是這樣轉下來 可以嗎 那這樣轉下來 拇指朝哪邊 對 指面 是不是這個截面 可以嗎 那既然指向截面 所以 是正還是負的 正還是負 正還是負 指向截面是正還是負 負 負 T一樣是什麼 小一點 所以這兩個T是一樣的 了解我的意思嗎 挑二 那這個呢 這個 是不是這樣轉 對 這樣轉拇指離開截面 離開截面是正還是負的 正 正 聽大力 那這個呢 大力 是不是離開截面 正 這是第一種判別方式 第二種判別方式呢 你想說 我就沒有手 我慣用左手 我怎麼轉都不一樣 沒關係嘛 對 你有眼睛嘛 對吧 那我沒有叫你用左眼跟右眼 你如果要用右邊 你就眼睛從這一邊往右邊看 往這邊看 眼睛在這邊往這邊看 了解我的意思嗎 可以嗎 那它是順時針還是逆時針 順時針 順時針就負的 可以嗎 那這邊呢 左側 你眼睛要從哪邊看 如果你還從右邊看它就是逆時針 就變正 所以如果一個扭曲在左側 你就要從左邊看過去 我跟你說什麼 左邊看過去呢 它是順時針還是逆時針 順時針 所以它還是什麼 負的 來判斷這個 右邊 右邊 看過來 看過來 逆時針是 正的 左邊看過來 逆時針是正的 有聽到的請舉手 好 手放下 所以扭曲的正路判別 是這樣判別的 OK嗎 好 那如果你沒有問題 接下來我們就講說 那如果一個軸 承受 它如果有很多段 因為軸可能很長 直徑可能不一樣大小 那每一半受到扭曲可能不一樣 比如說你看我們圖209 209它就圖13-5 揮軍與扭轉的軸 你看看它現在是不是有ABCD三段 可以嗎 AB的直徑跟BC的直徑跟CD的直徑有沒有一樣 沒有 它受到扭曲有沒有一樣 也沒有 那我如果今天想要知道AB軸 受到扭曲有多大 BC這段受到有多大 C也要受到這段 C也要這段 受到扭曲有多大 你怎麼辦 你還有印象我教第九章 我們小考考過 不是 我們月考考過 這裡固定 對不對 不像 誒 好像這個是軸線 這個是A 這個是D 這個是C 這是D 對不對 那我們當時會講說 那D點往右邊 假設100牛頓 對不對 然後這個C點往左邊 假設200牛頓 然後這邊往右邊 300牛頓 假設 假設 對吧 對這種題目有印象嗎 有 那我是要算它的總變形量 我是要把它三段都切出來 我要知道AB段是生長還是縮短 BC段是生長還是縮短 C底下段是生長還是縮短 還記得嗎 那時候我們說 我要三段的力量 我怎麼做呢 自由體徒 這是第一種方法 很好 第二種方法 軸力圖 對不對 以軸的位置為紅座標 以軸受到力量的重座標 畫出來的叫軸力圖 還有這三個字印象的請舉手 軸力圖有印象的請舉手 還手放下 不錯 那一樣的道理 我們現在看 這個題目你看 我現在不是力量的作用 我現在是什麼的作用 扭矩的作用 扭矩的作用 你可以看到我們說 D現在是多少 再D 它是這樣 100牛頓米 可以嗎 再來呢 B 20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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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這個方向 我不知道正路 然後再來 300項 C C 好 300牛頓米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我想 我想要知道 AB段的扭矩 BC段的扭矩 C的壓短的扭矩 怎麼辦 一樣 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叫做切自由體圖 那切自由體圖之前 你要先把板主要力怎麼樣 先算出來 那扭矩圖一樣 先把扭矩 反扭矩算出來 你看 朝往下的扭矩有多少 4 然後往上的有多少 200 所以你這個固定點 它應該是 200 200項 上 上 200牛頓米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我就切了 我切 我切AB段 AB段 這樣 這樣 A 這樣 比較好 A B段 A的位置 你是不是算得很辛苦 對吧 你算得很辛苦 當然是要用到 A這個位置 它的能力有多少 200 25 可以嗎 可以嗎 那這邊如果200 這邊絕對要多少 200 兩個才平衡 瞭解我意思嗎 所以這裡 一定有個200 向下 OK 所以 AB段請問一下 它是正的還是我的 正的 AB段 受到正200公里的扭矩作用 可以嗎 那BC這一段呢 這一點還是第一點 對吧 B一點 也就是說 你把老三百 會給你 不是 你自己就在那裡分 你跟你弟弟分 你已經給人家分掉了多少 200 你弟弟剩下多少 100 這樣好嗎 不好 對 你要分這樣多 了解 還是全部都歸你 跟弟弟沒什麼用 對不對 好 所以全部歸你 這沒道理 兩個合起來一定要跟他怎樣 一樣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什麼 100多年 像 這樣 對吧 那這100 這裡你白給你補償多少 100 像 像 好 好 問你 BC那段 BC這一段 是正的還是負的 負的多少 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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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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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弟弟分掉多少 一百多年 所以你要再 一百多年 分他一樣 所以下面 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 可以嗎 那這裡一百多年 切錯多少 一百多年 你白天才跟你一樣 這個會讓你做檢驗 對嗎 可以嗎 如果沒有一樣 就代表你切錯了 什麼都不用講 了解 好 對嗎 對 所以CD這一段是正了100還是負了100 正100 正立的方式 第二種方式呢 你既然會畫軸立圖 那你也會畫簡易玩具圖 對不對 簡易玩具圖是什麼 以軸 以兩個能坐標的能坐標 兩個長度能坐標 把簡易畫上去加簡易圖 把玩具圖畫上去加什麼 玩具圖 那你難道不能畫扭矩圖嗎 那扭矩圖怎麼畫 一樣啊 兩軸的位置玩具圖畫上去 然後呢 把軸受到的扭矩給它掛上去嘛 那那就這樣扭矩圖嘛 所以呢 一樣 我要畫圖啊 來喔 要畫圖 你的工作又來了 對啦 看豬哥 這裡一隻 這裡也一隻 這裡也一隻 這裡也這麼豬哥 豬哥要看你嗎 沒有啦 要去找你 對嗎 我只要水明線 你要現在扭矩所以在T點點 扭矩圖是T點點 OK嗎 聽有嗎 有嗎 前例玩具圖有左向右嗎 扭矩圖當然是有左喔 沒有 如果有左向右 你往上你扭就對你往上 你往下你扭就對我 你對我 下 天 下 是我們的 你下身往的 不要吧 扭矩圖可以嗎 在這段沒有變化所以走什麼 水明線 對啦 接下來呢 300 往下300嘛 200往下300 扭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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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名 對不對 再來呢 水明 再來呢 往上200 所以到哪裡 100 然後呢 然後呢 五水 這邊叫正的 這邊叫負的 這邊叫什麼 正的 好 那如果你這組畫出來跟那邊 誰比較簡單 A B段 正的 200 B C段 戶的 100 B C段不是戶的100嗎 對 C一段 正的 100 你連判斷正戶都不用判斷 嗯 了解嗎 可以嗎 好 力學 真簡單 好